主料,鸡菜500克,猪肉500克,辅料,面团,蔬菜油,生抽,生粉,鸡精,胡椒粉,芝麻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鸡菜起干净之后,切碎放入适量蔬菜油,搅拌均匀,以防止菜出水,猪肉接成小粒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的好,调入生抽,白糖,鸡精, 胡椒粉,生粉,芝麻油搅拌均匀,将猪肉与鸡菜混合一起再搅拌均匀,面团分成小器,逼饺子皮大些赶好放入馅料,再用另外一张皮盖一起,先用手把边压紧,然后再用叉子压出花纹,烧热不倒入适量蔬菜油,将做好的盒子放入中火煎,浸好一边再翻转进另外一边,直至两边煎至金黄色即可, 烹饭技巧,煎的时候要中火,而且由于猪肉是切碎的,颗粒比较碎的要大些,煎的时候也相应长些确保猪肉熟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